公务车银行大厅当车库 移车门户洞开 抢匪有机可乘 早上9点不到 台湾汽营高雄市大仓分行 一楼铁卷门缓缓升起 咦,怎么有台黑色轿车 从里头倒车出来 银行营业大厅怎么变成室内车库 行员将车移至附近停车场 这是公务车啊 缓正晚上的时候没开进去营业大厅 这样子不会缓吗 在金融机构维力时代 银行连停车费都要省了吗 依高雄市路边停车收费标准 在非营业时间将车停入银行大厅 每日可省下180元 相当一年4.5万元的公费开销 若换算租用民间停车场 一年也可省下近3万元 但民众质疑 这样移车时会不会让歹徒有机可乘 只有大厅 那个大厅也没什么好抢的啊 他那时候或许现金都还没从金库拿出来 那时候抢根本抢不到东西啊 原来银行开库都有固定时间 还要多为主管同时开启 而且银行通常都有与警方的连线系统 出事几分钟内就会赶到 不过副局长这样的说法 却被速德科技大学教授反驳 教授认为这是风险管理的问题 并批评银行的管理螺丝松了 应该为了整体安全考量 改善这样的状况 动新闻高雄报导 苹果新闻网 已推出新版本请尽快更新 我更新过啦 APP坏掉了 加入考评与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